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文章 四十岁来临前 你需要做好七件事 一 多赚点钱 这么说可能很俗 但是钱真的很重要 这点我不避讳 纵观我身边的人 很多悲剧几乎毫不例外和缺钱有关 人到中年 你就知道要花钱的地方有多少 这不仅关乎生活质量 更关乎你是否拥有一颗豁达的心 当别人家的小孩 出国扩展阅历 上兴趣班 你却囊中羞涩 只能叮嘱孩子要好好学习 争取改变命运 当老婆的衣服都来自各地地摊 或者淘宝山寨 想要一套正宗的化妆品 都力不从心使 你只能宽慰它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这种场景下 你的心情真的能豁达吗 你可能会说何必攀比呢 其实还真不是这样 让家人过得好是一种能力 到了中年 你还不具备时 天天都会自我审判 那种苦痛才是真正要命的 所以请放下一切扯淡的事 把精力聚焦在让自己富有这件事上 而且你必须承认一个真相 大多数人都不可能脱离物质 谈幸福 你我都是大多数人 所以咱们都难逃这个法则 那意味着有了物质保证 你才能对讨厌的人说滚开 有了财富积累 你才能在厌倦工作时 体面地退出 卡上有了足够的余额 你才能在一个清朗的午后 坐在星巴克遮阳伞下 心平气和地读一本枯燥的书 而这一切毫无疑问 都是有成本的 二 畜好夫妻关系 我不是撒狗粮 而是到了中年 你就会明白 爱人就是最后的港湾 当你涉事多年 定会见到很多丑和嘴脸 经历太多人心叵测 品尝种种而于我诈 你会发现 几乎无处诉说这种苍凉和无奈 愿意坐下来安静听你诉说 又能理解这种诉说的 只有你的爱人 从某种层面上讲 所谓夫妻不仅仅是一种契约 一种身份 一种爱情的皈依 一种家庭的组建 更是一种共生关系 那意味着 在这种关系下 精神可以相互搀扶 情感可以相互存放 即使两人相对无言 也能体会那份共同的笃定 所以人到中年 最大的不幸 就是婚姻的不幸 你混了大半辈子 竟然连一个愿意听你真心话的人都留不住 还有什么 比这更悲哀的呢 因此 无论你年龄几何 都要学会经营自己的婚姻 是经营 而不是简单的活着 那意味着 要经常浇水 施肥 除草 虽然略有琐碎 但是 当你进入人生下半场 你就能感受到巨大的回报 三 多抱抱孩子 从一个毛头小伙 过渡到一个父亲 我花了很长时间来适应 太太生产那天 当护士抱出一个小怪物 让我抱抱时 我的第一反应 竟是躲开 因为那时的我 还没做好当爹的准备 那小怪物也很难缠 整夜整夜地哭个不停 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 而我则烦得一笔 甚至训练他 不哭才抱的条件反彻 最后 他几乎哭得晕死过去 但是孩子他妈 却始终是一种怀柔政策 毫无抵抗的响应 抱抱需求 而且 他最终用一句话 说服了我 孩子很快会长大 到时 你想抱 他也不会让你抱了 是啊 不就抱抱吗 多大点事啊 于是 我也开始经常抱抱 直到前两天 儿子已经11岁了 在楼下遇到他放学回来 想给他一个常规拥抱 然而 他紧张地指了指 身边的同学 很轻巧地躲开 正如我第一次见他时的反应 终于 太太的说法 灵验了 没想到这一天 这么快就来了 不过还好 我已经拥有了 很多关于抱抱的回忆 以为这一天的来临 做好了准备 吴小波曾讲过 一个企业家朋友的故事 2001年的时候 他把企业卖给了外国人 套现十几亿人民币 那时候手上有十多亿现金的中国人 没几个 所以他算一个特成功的人 有一年 吴小波和那企业家去美国旅行 过海关时 前面一个美国人抱起自己的小孩 给入境观看 看到这一幕时 那个企业家突然间泪流满面 他对吴小波说 自己有两个孩子 但却想不起来他们在五六岁时 长什么样了 因为他从来没有抱过他们 男人是理性的动物 尤其是年轻时的我们 喜欢刚烈 排斥柔情 多数人对抱抱天生无感 我却想奉劝你 有时间就多抱抱孩子 毕竟那承载着一段特殊的日子 一旦错过 只会留下无法填补的空白 四 有一项爱好 人到四十后 大家会有一个共同的感受 焦虑和烦闷 你可能会说 现在的年轻人也是这样啊 其实还是有些区别的 年轻人拥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 因此也可以对未来赋予更丰富的遐想 而中年人呢 连这种遐想也被剥夺了 作家冯唐曾接受一次采访 说到中年危机 他说根源在于确定感 中年的残酷就在于此 在希望渺茫中负重前行 而此时的中年人 精力和身体都在走下坡路 而负担和烦恼却是步步紧逼 如果不懂得合理释放压力 整个精神世界很容易在瞬间坍塌 如果有一个爱好 就会好很多 在烦闷之时 总有一个精神避难所 不至于完全陷入无法自拔的漩涡之中 就像梁叔喜欢打球 无论遇到再烦恼的事 无论世界再自私地灰暗 只要有机会下场打球 最起码在那几个小时里 心情都会很清爽 很畅快 世界也变得色彩斑斓 所以我也有一个猜想 那些自寻短见的中年人 是否是因为缺少一个爱好 以至于在狂风暴雨中 找不到一个暂时停靠的港湾 否则如此美好的世界 怎么会舍得不辞而别呢 五 多交几个朋友 如果你到了四十岁 还有几个好友 会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 首先和朋友交往 本身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从元侯时代 大家就通过相互梳理毛发 建立感情 寻找乐趣 所以社交本身就是一件乐事 不要戴上什么功利的帽子 其次 朋友可以给你一些建议和帮助 人到中年后 会遇到很多难以处理的问题 如果身边有几个不错的朋友 在你六神五主时 也可以帮你拿拿主意 给你提供一些建议 甚至直接给予一些帮助 眼前的路 马上会豁然开朗 最后 能寻找一种平衡感 人为什么会焦虑 很多时候 是因为感觉别人比你强 大家都把你甩在身后时 你就会异常焦虑 梁叔朋友种类烦多 但我发现 无论事业如何大 收入如何多 其实到了中年 大家面临的烦恼 都是一样多的 那些威风凛凛的人 或者腰缠万贯的人 其实背后 也是一堆缠绕的破事 天天也是烦得一笔 当你知道 大家差不多都一个德行时 心里多少 也会舒服一些 你看 这就是焦友的另一种幸福 当然 焦友并不是不加选择 恰恰相反 你要远离那些 不能自食其力 或者搬弄是非的人 总之 人到中年后 朋友不再多 而在于精 六 永远不要停止读书 别误会 这不是逼你去学习一些技能 读专业的书籍 这在某个阶段很重要 但却不是我想说的重点 我想突出的重点是 持续在阅读中找到乐趣 首先 阅读是直接通往想象力的大门 我一直有个遗憾 一部好的小说或文学作品 一旦被拍成电影或电视剧 哪怕拍得再好 也无法还原阅读时的体验 原因很简单 因为一旦变成影视 无论主角 还是场景 或者道具 都变成了具体而成型的东西 你的想象力 就此附着在这些具体的东西上 而失去延伸的力量 而阅读却不一样 那些文字可以让你天马行空 展开无边的想象空间 甚至这空间都是为你专门定制 它只存在你的意识形态之中 所以就像那句名言 一万本飘就有一万个私家力 阅读真正的乐趣 就在于此 其次 阅读是思想精进的捷径 但凡是深奥一点的思想 一定是抽象的 这也意味着 很难通过画面完美呈现 只能通过文字符号去展示 如果不去阅读 你便失去一次和优秀思想碰撞的机会 每一本经典书籍的作者 都是当代最优秀的智者 而这些经典 浓缩了他们的思想精华 你在阅读过程中 就如同和作者在交谈 很难再找到其他方式 来实现这种思想精进 这个过程中的智识成长 及智识获取 都是一种稳定 持久 高级的快乐园 将会推动你到达中年时 成为一个笃定理性的中年人 七 健康永远是最重要的东西 没有质疑 讲个故事 北极熊被公认为 是最强悍的几种哺乳动物之一 在零下40度的低温 北极熊能连续奔跑40多分钟 在冰水混合物中游泳15分钟 连续20天不进食 厚厚的皮毛 能抵御所有的刀和毛 这么强悍的动物 艾斯基摩人如何对付它 北极熊有一个缺点 嗜血 艾斯基摩猎人 会杀死一只小海豹 放血涂抹在刀刃上 然后倒立在桶中 让血漫过刀尖一点 血统放在外面 冻成了冰块 一个猎雄神器就此诞生 北极熊看到鲜血 急忙用舌头去贴 当上面的血挺完后 舌头也冻僵了 露出的刀刃 会将北极熊的舌头 划开一个小伤口 但此时北极熊冻僵的舌头 却感觉不到痛 直到伤口越来越深 北极熊最终因为 失血过多而倒下 是的 最后北极熊能舔的 都是自己的血 此时一边守候的艾斯基摩人 便会跳出来 杀死北极熊 我想用这个故事 做一个隐喻 人在年轻时 都会被光线踢透 被高额的公司 耀眼的势头迷惑 正如那刀尖上的鲜血 为此我们孤逐一掷 拼命点试 岂不知 事后需要加倍偿还 前段时间 一位大学同学 突发心脏病 离开了我们 发病的前一天 他还加班到深夜两点 我不敢妄言 工作压力是导致 病发的根本原因 但你要说一点关联都没有 我也是断然不信的 那位同学的压力 大家有目共睹 几乎很少休息 不是出差 就是加班 身体和精神状态 都很差 身边这种情况 频繁发生 让人不得不担忧 中国真正的商业化 也就仅仅二十年 就算是一个人的 职业生涯 也没走完 一个完整的周期 因此 我们更容易看到 拼命带来的收益 却暂时看不到 由此带来的代价 但也正因为如此 不得不提个醒 这世界没有任何一样东西 是值得拿健康来交换的 如果说决定人生上半场的 是机遇 能力和智力 那么决定人生下半场的 只剩下一样东西 那就是健康 可惜的是 有些人都无法进入下半场 最后 总结一下吧 人到中年 才知道最重要的是平衡 物质 家人 精神 友情 健康 如同抛向空中的几个球 你要像个优秀的小丑 争取不让一个掉在地上 到底能记多了不够 还有 預定法